第七章 天牛 时刻准备着新生 鹿是吃出来的 天牛属于高级机体组织的昆虫 而它的幼虫却长着很奇特的外表 因为它们就像是一小段一小段爬行着的肠子 天牛的幼虫通常要在橡树里生活三年 这么漫长的日子 它们是怎样度过来的呢 一天又一天 一月又一月 天牛的幼虫们整日在树心里闲逛 一边走一边挖路 然后把挖下来的东西当食物吃 可以这样说 天牛的幼虫就是用嘴来吃自己的路的 它们长着一副黑色的又短又粗的大鳄 很像一把周边锋利的勺子 口气里没有细齿 通俗点说 它的大鳄就是一把木匠用的半圆枣 幼虫们用这把凿子挖掘路面 凿下来的东西都进了它们的肚子 每一口碎渣 经过它们肠胃的时候 只留下一点点汁液 然后就成为蛀蟹 被它们堆在身后 施工现场 没有留下任何障碍物 却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这是一项营养问题和行路问题 同时解决的工程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一节蠕动的小肠 为了适应挖掘这种艰苦的劳动 天牛幼虫把肌肉的力量 集中在身体的前部 让它鼓起来 成为很大很壮实的夯头 至于身体的其他部分 就比较瘦弱 幼虫要整天挖路 大鳄需要经常劳动 这种很重要的劳动工具 必须有牢固的支撑 和强有力的运动机制 所以 大鳄上 有一种像盔甲式的 黑色角质 包住嘴来加固半圆凿 幼虫的皮肤很细腻 因为身体里有一层很厚的脂肪 所以 看上去很像白色的紧缎 幼虫每天只是吃 没有多少营养的树蟹 居然能长得如此丰满 也算是奇事了 天牛幼虫的脚 几乎不到一毫米 对于它的爬行 没有任何实际用处 加上它的身子很肥胖 它的脚根本够不到地面 只能悬在空中 要说天牛幼虫的走路方式 真是很奇妙 因为它们既用背部 又用肚子来行进 在幼虫的背部 长着一些像脚一样的步行器 完全具有了脚的功能 幼虫腹部的前期节上下都有一个四边形的平面 上面全是粗糙的乳秃 幼虫可以让这些乳秃随意骨胀 突出 压缩 摊平 上面的四边形是由两块肥肉组成的 背部的血管把它们分隔开来 下面的四边形看不出有肥肉 这些便是幼虫的布袋 如果幼虫想前进 就鼓起背上和肚子上的后部袋 压缩前部袋 因为幼虫们住在粗糙的橡树里 所以可以把后部袋固着在狭窄的墙壁上 用来支撑自己 前部袋的压缩使直径缩小 幼虫就可以向前滑动 行走小半步 为了完成整个一步 幼虫还要把身体的后部缩起来 补上身子往前延伸的部分 这时 幼虫鼓起前面的肥肉来支撑身子 再收起后面的布袋 让它们能够自由地伸缩 预知未来的小神仙 虽然天牛的幼虫感觉麻木 但是 它们对自己未来的生活 安排得很周到 可以说很有预见性 在三年的黑暗生活中 它们虽然爬上爬下的到处游逛 但肯定不会离橡树深层太远 因为深层是很暖和的 不管外面是什么狂风暴雨的天气 都不会影响它们的起居 不过 过完三年的隐居生活以后 它们终究要离开橡树 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 所以将要离开橡树的日子 它们不光要考虑吃的 还要考虑将来怎样出去 刚进入橡树里的天牛幼虫 只有小草的茎那么细 当它们快要变成勇时 已经有小手指头那么粗了 在这三年中 它们总是按照身体的模样来挖刀 直径从尾部往前逐渐缩小 道路始终在树干的中心部位 它们的住所就像是一座弯弯曲曲的迷宫 里面堆满了蛛蟹 对于天牛的成虫来说 要想从这座远离城市的迷宫爬出去 简直比登天还难 好在天牛的幼虫知道将来会遇到什么困难 因此为自己的出行做好了准备 三年的闲散生活马上要结束了 幼虫们好像受到了某种预感的推动 开始用有劲的钻头向橡树的表皮挖去 它们这样做其实是很危险的 如果碰巧啄木鸟医生正在给这颗橡树治病 它们一露头就会被发现 结局当然是成了啄木鸟医生的美餐 这是毫无疑问的 可是它们全让不顾这些危险 义无反顾的挖呀砍呀 直到只剩下树的一层表皮没有捅破 全当成门帘来使用 那些胆子大的 甚至连门帘都不留 直接接受阳光的拥抱 这就是天牛的出口 当天牛羽化出来后 只要用大鳄挫挫门帘 或是用头拱一拱 就能轻易地走出棲居地 这点小事对它们来说实在是太容易了 把未来的事安排好以后 又从开始着手眼前的事情 它们退到过道不太深的地方 在出路的旁边挖了一个小屋 这间小屋的设施完备 防备也很严密 小屋呈扁椭圆形 长80毫米到100毫米 横轴线长25毫米至30毫米 纵轴线长15毫米 这个尺寸能让天牛在里面充分地活动 在屋里 幼虫在墙壁上贴了一毫米厚的 碎木纤维做的丝绒 因为娇嫩的蛹 很喜欢舒适的地方 在小屋外 幼虫还设置了三道栅栏 从外道里 依次是碎木屑和小木片 矿物质的白色封盖 碎木屑 这些准备工作做好以后 幼虫已经很累了 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始终朝着门的方向 幼虫完成了一切准备工作以后 就把自己的工具放在一边 退了平 化成了蛹 蛹在强宝时期是很弱的 只能躺在柔软的毯子上积蓄力量 这时 他们的头始终朝着门的方向 这看起来似乎是很随意的 其实不然 这对他们的成长很关键呢 当天牛羽化出来以后 浑身会披着一层硬邦邦的盔甲 这时 因为有盔甲的束缚 他们想翻个身都很困难 更别提掉转头了 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你可能会想 要是某个幼虫放糊涂 把头朝里了 那会怎么样 这样做当然是很危险的 会要了天牛的命 所以天牛幼虫从来不做这种傻事 美好的春天马上就要过去了 天牛们浑身充满了力量 他们用腿把第一道木屑扒了开 前面就是第二道屏障 一个石盖 把石盖砸碎吗 那太费事了 而且用不着 天牛用头顶几下 再用脚踢一踢 石盖就松动 并从框里脱落了 接下来是第三道屏障 还是一些碎木屑 很容易 扒了开就完事了 现在 道路终于畅通无阻了 天牛来到了那个门帘前面 用大鳄咬几下门帘 门帘破了 天牛爬出来了 呼吸到第一口新鲜空气 暖暖的阳光照着整个身子 天牛很兴奋 连触角都高兴得要发抖了 天牛终于完成了 从勇到成虫的蜕变 在这个过程中 幼虫是功不可没的 虽然它们的感觉能力很差 但它们的预见性很强 为成虫的出行 做好了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 从打通道路 到让勇头朝着门口躺着 给勇预备好舒适柔软的毯子 为了勇的安全 他们还设置了三道屏障 可以说每一步 他们都做了精心的安排 虽然有人说 它们是一节没有感觉的肠子 更有人说它们是木头 不管别人怎么说 它们在成永前做的一系列工作 让我对它们刮目相看 更对它们起了敬意 它们实在是一种很有趣的小虫子 我从心里佩服它们